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久了 它也会水肿吧 没错 也会肿起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低一点 早上的时候消水肿 你就把它均匀的这个 拂在我们的脸上 拂在脸上之后 用手捏成一个拳头 记下来了 对 如果你有刮砂板 你有刮砂板 但我不爱用刮砂板 因为我是很懒 然后呢 这个拳头呢 就变成了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放松肌肉的那个轮 就是那个轮 就是筋膜轮 筋膜轮 然后呢 你就用这个地方 往上提 其实要有一定力度 对吧 对 因为你有消肿的话 就一定要使劲 是 嗯 一定要使劲 但是自己能接受的情况 然后 看哈 就是在这个中指跟食指的 这个窝窝里 然后你就往上提 然后提之后 你就会推到在咬肌的部分 你会觉得牙龄的地方很酸 要停留 要停留 要停留一下 对 停留 然后你就一直往里挤 你就会觉得 哦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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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时候往耳后走 然后我笑 然后 哦 给我放松了这样子 哎 然后 你做几次之后 包括你要吃了硬的东西什么的 嗯 你觉得这里开始很紧绷 嗯 你就时间给他挤 时间给他就是 音乐棋 我觉得它最出圈的 就是它很偷感很重 和我一样 就是 是什么样子的 哦 偷描 哦这样 就这样子 你觉得也太邪向了吧 来吧 多一本人来再现批谣一下 好像也没有再现批谣成功 这张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的 多一本人带来 这一张 你为什么很惊讶 这次是多一点点对不对 这个是点点第一天 第二天到家的时候 然后呢 其实多一呢 它没有很喜欢点点 哦这样子 因为它会觉得 就是它 但它 但是多一不喜欢的 方式就是无视 它不 好冷漠 它不认为这个地方有第二只狗 它就是在家 它还是照常了玩游戏 吃饭 然后抱抱 但是完全都看不到另外一只狗 就是看不到 然后点点 当它不存在 然后点点就可能一直闻它 就是那一闻它什么 对就 有点高冷 就是不想理它 对 然后到第二天的晚上 它们两个居然依偎在了一起 然后我突然 我们突然所有人回头的时候都 哇 就那一刻 被拍下来了 对 就本来觉得两个有点水火不容 但是那一刻被拍下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很暖 所以狗狗吐蛇 很可爱 这个我觉得这个狗狗是那天拍戏的狗狗 然后呢 这个狗狗 它的那个啾啾扎得很紧 然后它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是被撑住了是吧 对 然后它就一直这样 然后我就说 我说姐姐 它的啾啾是不是扎得有点紧了 然后它主人嘛 不紧 它每天都是这样的 结果第二天来明明是这样的 第二天啾啾啾不紧 第一天完全是这样子 哇 加紧一点漂亮 这张照片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对就整个 哇 这个头皮肋的好紧 一直这样 哇 路斯就不知道 来上咯 哎 怎么突然唱歌了 感觉胜利了 胜利了是不是 哇 那 这个 当上了我们的女主播 是作品多多挑战 更多的影视题材和不同的角色 怎么样 没错 谢谢大家 是的 那大家也可以 一定要记得关注许我耀眼哦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 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家也不要走开 那稍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一小小段的广告 在广告之后呢 哎 我们还会有非常专业的主播 为大家来继续介绍产品